芒果台可以说是每一位年轻人在年少时候的青春了 它为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欢乐 可是呢最近情况却不是很好 说是出现了翻车的情况 为了扭转现在这个局面呢 芒果台开始转型了 一大波新的综艺朝我们袭来 芒果台最近除了整改主持人之外呢 还推出了新的综艺 这个综艺就是由何炯和汪涵一起主持的 道花香里说风年 还有一个时光音乐会 是由非常多的歌星组成的一个大型音乐综艺 同时在综艺上也增加了种类 综艺节目的结合 有比较资深的媒体为我们透露 即将要开始录制了 参加综艺的名单里面有张杰、谭永玲 郁可维、凤凰传奇等等 这个综艺呢就是时光音乐会 以往的综艺歌手向往的生活都非常的成功 所以这次结合了歌手和向往生活的综艺 也受到了大家的关注 虽然和以前的天王天后阵容相比 稍微有些骨感 但是在名单当中我们能够看到 林俊杰、周深毛不易、张学友、李荣浩 王源、莫文蔚、李宇春、蔡依林、邓紫棋等人 这么大的阵容可以说是极其了高质量的选手 堪比是音乐界的联欢晚会了 但是因为一些原因 这些歌手还是会被换掉 但是张杰参加了这个综艺 她的出现为这个节目增光天才 因为张杰的实力是非常强的 而且她和谢娜正好是十周年的纪念日 热度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大家非常的期待张杰的到来 周深和李克勤合体 周深呢不管是唱功还是在综艺上 都是非常优秀的 但是因为周深的档期排得非常满 不能作为主嘉宾来参加这个综艺 但是呢她会和主嘉宾李克勤一起合体 带来两个不同的声音和风格 希望这两个人的合作 也可以使这个节目更加的好看 对于综艺来说 我是非常偏向于歌手型的综艺 每一个歌手的风格都不一样 我可以在综艺里面感受到 不同的热情和风格